哈喽大家好 这条视频呢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卡啊 然后我今天这个 在香港消费 然后都是用的这张卡 这张卡的话呢 今天一共给我返了大概是 100港币左右啊 就是消费返现 就是我在这个实体店消费的时候 他会让我抽取这个 就是抽盲盒 然后这个盲盒里边就有这个 这个卡的这个虚拟币 这个币呢 他能兑换这个港币 也就是说能给你兑这个现金这种 然后呢 我现在呢 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详细的流程 这张卡呢 我再说一下 非常适合做代购的 然后人用这张卡 因为他散现特别多 然后呢 其次的话 就是经常会到香港消费的一些用户啊 这个用这张卡是非常非常牛逼的啊 我认为就是刷别的卡 刷其他的卡 可能都是一些小的活动啊 给你的都是一些优惠券 优惠券那个要满多少才能用 那你大概率是不会消费满那么多的 比如你去某家店 他要求你消费满500减20 对吧 那就没啥意思了 而这张卡呢 最高啊 他能给你反这个你消费的金额 最高能啊 这个反这个200200 200%啊 这个反现啊 这个反现的是200%的虚拟币啊 你消费的金额的200% 那我今天呢是大概是抽了抽到了10%左右啊 10%左右的一个反例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这个反现的一个啊过程 然后是怎么样实现这个反现的 我又是怎么把这些虚拟币兑换成啊港币的好 现在操作演示开始 大家认真看啊 我今天一共消费了这个几笔啊 看到吗 我今天消费了12345 然后6啊 这个充值巴达通不算啊 消费7笔啊 然后呢 我特意留了一笔啊 就是在sasa这个消费这笔 然后我特意留了一笔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怎么去抽这个盲盒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下方有一个89的 那我是抽中了啊 获得899的这个虚拟币 然后741这个获得了570多啊 578的这个虚拟币 然后14块多的这一笔啊 是我兑换的啊 就是兑换了14.77港币 因为这个前面 我不是有这个虚拟币吗 我就给他兑换成港币了啊 兑换了1477啊 折合港币的话就是14块7 也就是说我变现了啊 这个给我反例的 我变现了14块多 那还有的话就是358这一笔 这一笔的话呢 是10%左右的反例吧 好像是看到了吗 就然后有3700多个虚拟币 然后上边这一笔 更多上边这一笔的话 是568的 这个得了4800多个这个虚拟币 然后72这笔 我现在还没有那个抽奖 我现在抽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全过程 那今天我已经抽了这个五次了 我现在再来抽一下啊 选这个就选倒数第一个吧 看一下 看到吗 就是抽中了45的虚拟币 那好 我现在抽完了之后啊 我现在抽完了之后 我返回 然后呢 我现在呢 开始兑换我这个币啊 兑换的话呢 就是点击这个上方 上方有一个按钮啊 有一个按钮啊 往上拉 往上拉啊 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的话有一个啊 第二个啊 ZACOIN这个点一下这个啊 点这个 点这个的话 能看到我上边的一共有八千多个虚拟币啊 虚拟的一个币啊 就是这个中安币 然后能兑换啊 等值86.58的这个港币啊 那我先返回看一下我账户余额是1184 我现在来兑换一下啊 先来兑换一下 当然你不对换也可以上这里边领这个电子券啊 都什么都有 兑换呢 就在下方这里兑换 然后我们兑换现金点全部兑换 确定兑换 OK啊 OKOK 就直接发发放到我的活期账户里边来了 看到吗啊 活期账户里边啊 因为有一个一千是这个定期啊 存了定期活动 所以它不显示的 只显示200多 那这里就能看到啊 这里就能看到 看到吗啊 1270啊 1270 所以说 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啊 用这个卡去消费 非常划算 大家可以去用我的链接去注册啊 好 这就是我这张卡整个反线 然后抽盲盒的一个全过程 这张卡呢 非常适合啊 这个经常在香港消费的啊 这个人群啊 这个反线 这个真的挺划算的啊 我觉得非常好 而且你还有机会抽中啊 这个100万港币的这个奖励啊 100万港币啊 一点不夸张啊 这个卡呢 是中安银行的这个银行卡 然后呢 它是一家虚拟银行 但是它有实体卡啊 可以在这个 全国啊 几百万部的这个啊 Visa的这个取款机上面去体现啊 提现都是免费的啊 然后呢 它呢 这个注册也非常简单 就过港 直接能注册 可以看我之前的发布的视频 然后呢 啊 我现在呢 把这个卡的推荐码放到我屏幕的下方这个链接里边 大家可以凭我的推荐码去啊 开这个账户 那你也可以获得港币 我也可以获得港币 具体多少呢 随机可能是 封顶是三百多 封顶是三百多啊 但是你不添就没有这笔奖励 好吧 大家可以使用我的邀请码去申请一下这张卡 就在屏幕下方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